嗨大家,欢迎回到初心熟男 一个替着盘克头的不良少年 为了接近他喜爱的女明星而加入演艺圈 最后变成了日本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现在他不但组织了一个几乎都是型男帅哥的神秘团体 居然还当上了公司的社长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段又中二又立志的故事 以及这位男生女生都爱他的超人气演员 奥克里逊小丽逊 1982年小丽逊出生于日本的东京都 是家中三个孩子里的老妖 爸爸是一名舞台剧导演 妈妈是舞蹈老师 哥哥也是一名舞台剧演员 虽然出生于一个表演家庭 但会进入演艺圈却不是因为家里的安排 而是从小学开始就对《内田有记》十分痴迷的他 认为加入演艺圈才是最有机会认识女明星的途径 于是在六年级的时候他就自己跑去报名儿童剧团 担任临时演员 小丽逊从13岁开始就在不同的电视节目中跑龙套 但大部分的时间镜头都不多 很多时候连句台词都没有 进入高中之后他在麻辣教师GTO中获得一个表现的机会 饰演一位被霸凌的小男生 那时正在发育的他样貌青色 从一开始的微微诺诺受尽欺负 到最后鼓起勇气 全身拖到只剩内裤勇敢的举发暴行者 毫不扭捏的表现让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跟许多童心在成长过程中会碰到的问题一样 开始有了知名度的小丽逊 在学校也遇到了缺客太多被同学排解的状况 让进入叛逆期的他整天就找人打架 也越来越不想上学 后来他甚至把眉毛剃了 剪了个盘克头 当个不良少年来武装自己 但这样的造型反而影响到工作 差点被经纪公司开除 最后他索性直接办理退学 连书都不念了 还自以为是的离家出走 结果过了一星期就因为得了感冒而乖乖回家 某一次他参加了每日放送的实境节目 前往气温零下45度的西伯利亚体验当地的生活 在那段必须与环境搏斗和大自然围舞的日子里 让他认真地思考起自己的未来 在那段必须的工作 最近还不太有趣 因为我认为不合适合 我认为不合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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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自己的地方 但有些人在自己的地方 当然是不合适合 但我认为不合适合 我认为不合适合 我认为不合适合 寄宿家庭父亲的一番话 让小丽群坚持了下来 决定面对自己的初心 好好在演员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进 接下来的几年 他不断地在每一次的工作中磨练演技 虽然绝大多数找他的工作都是饰演一些高中生的角色 但他还是能用自己的方式 诠释出每个角色独特的个性 例如在《夏之雪》中 他就饰演唐本刚那个腼腆认真的弟弟 因为听障的关系总是遭人另眼看待 让人十分不舍 到了由重坚由机会主演的吉道闲师 他又立刻从乖乖牌转变成 染了一头金发的不良少年 几年下来 各种类型的高中生都给他演过了一轮 成为日本演艺圈中的高中生专业户 2005年 日本二度翻拍《神尾叶子》的畅香漫画 推出真人日剧版的《花样男子》 当剧组邀请小丽群演出《花泽泪》时 他感到十分苦恼 因为他觉得自己从来就不是那种 看起来会闪闪发亮的王子 就算他想演效果也不好 结果他姐姐在一旁疯狂的吐槽 叫他别自不量力了 继续演他的《不良少年》就好 这番话反而让他的小宇宙燃烧了起来 决定让姐姐瞧瞧他的厉害 想不到这个赌气的决定 却成为了小丽群演艺生涯的转捩点 他将花泽泪那温柔又忧郁的形象悦然直上 不像道明寺那样三不五时就要激动幼稚的大吼大叫 他总是皱着眉头或是微微的笑着 在山菜需要他的时候静静的当一个善解人意的陪伴者 只要他一出现仿佛画面就弥漫着一股温暖平静的氛围 一举一动都征服了许多少女们的心 虽然由松本润饰演的道明寺才是花洋男子的主角 但小丽群抢演的演出同样获得观众与业界的肯定 至今仍被视为是最接近原著的花泽泪版本 让他借由此剧打开了知名度 成为人气水涨船高的偶像型演员 花样男子的爆红 让小丽群成为许多女孩心中的白马王子 但已经演了十年配角的他反而担心了起来 因为他很清楚花泽泪所带来的人气只是一时的 如果因此就志得意满 以后也不用当演员了 加上那时从新人开始就一路陪伴着他的经纪人戏川 还来不及看到他的成长就因病去世 更让他觉得不趁着这个机会拼尽全力的话是不行的 所以他尝试以超量的工作去忽略这些媒体与粉丝的追捧 逼迫自己不断尝试新的角色与挑战 这样的心意被舞台剧大师全川信雄发现 便邀请他演出多部自己指导的舞台剧 以手把手的方式锻炼他的演技 那阵子他的工作满到一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 但他还是不断地把自己逼到极限 他主持的深夜广播节目坚持不请假不预录 因为待在家里就只会想要安逸放松 他干脆提着电灯在公园里为蚊子背剧本 每当觉得自己快撑不下去的时候 他就会想起一段讨厌的回忆 那是还在跑龙套的阶段 有一次主角适合跟他年纪相仿的少年 明明天气冷得要死 他却只能在外面不停发抖 等待坐在保姆车里吹暖气的主角准备好 不甘心的他就发誓以后一定要成为被大家认可的演员 在全川大师的协助与自己的努力下 小丽群的演技与气质展现出跳跃式的进步 就算是扮演难度极高的罗马暴君卡里古拉 他也将所有负面的情绪化为表演的能量 往专业的演员之路迈进 小丽群的经纪公司规模很小 只要有工作上门几乎是来者不拒 但不要以为这是间血汉事务所 社长三本幼于朗为了培养小丽群也是煞费苦心 为他量身打造多部电影并安排他担任主演 而在这当中 又属改编自高桥庇洛西漫画的真人版电影 飘撇男子汉最具代表性 飘撇男子汉描述小丽群所饰演的龙骨原志 为了继承爸爸的组织而转学到林兰高校 从一个人开始一路招兵买马 到挑战校内势力最庞大的情则多么凶一派 企图完成制霸的故事 本片集合了各家青春的偶像 将剧中每个角色都塑造得又先名又立体 没有所谓的正派与反派 说穿了就是一群不良少年冲偷打到尾的热血电影 虽然饰演不良少年对小丽群来说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 不过像我一样对花泽泪无感的臭男生们 只要看过这部系列电影 应该都会觉得这个龙骨原志真是帅到屌炸天 走路的样子 跑步的样子 打架的样子 抽烟的样子 甚至只是把个头发都漂撇到超级有形 明明剧情就十分中二 片中也没有仰眼的女角作为陪衬 却一样让人看得大呼过瘾 飘撇男子汉上映之后票房突破25亿日元 连原著漫画都跟着大卖 经纪公司也抓紧这波热潮推出续集 找来更多偶像男星加入敌对阵营奉先学员 让原本分裂的林安高校只好团结起来抵御外敌 最后的操场大战 他带领着一群黑衣乌鸦冲向白衣光头们的经典桥段 真是他妈的燃爆了 飘撇男子汉续集推出后一样大受欢迎 在日本刮起了一阵不良偶像旋风 甚至还有媒体以斗大的标题写着 小力寻的时代来临 附带一提 飘撇男子汉另一个不可忽视的亮点 就是由山田孝之所饰演的百兽之王 又穷酸又强悍的样子真是莫名的讨喜 我也有制作山田君的影片 喜欢他的朋友可以在资讯栏中找到连结 不知道是不是出道早让他产生了没有经历过学生时代的遗憾 小力寻每遇到一个合得来的艺人 就会立刻跟对方打得火热 然后想尽办法把对方拉进自己的朋友圈 例如曾与他一起演出花样男子的阿拉西成员松本润 以及在飘撇男子汉中和他打出好交情的山田孝之 这几年下来小力寻几乎每隔一阵子 就会在演出的途中结交一两个像这样的演员 例如在花样少年少女中与他一吻定情的山田斗争 拍摄贫穷男子时意外的和他充满BL感的山普春马 在东京Dogs里 与他像小两口一样嘴了一整齣戏的水岛飞旅 以及主演兽医杜利德时才刚刚入行的艰田酱辉 还有同样是全川幸雄得意门生的日本崩溃地藤原龙野等等 族繁不及被载 久而久之 这个以小力寻作为中心的神秘组织成员越来越多 而且大部分都是当红的新男演员或歌手 每一次的聚会照片都是星光翼翼闪到不行 开始在演艺圈中有了小力会这样的称号 作为主导者他也乐在其中 定期举办成员们的聚会 帮他欣赏的艺人们互相搭桥牵线 并享受着这种感情和睦的氛围 在这个为了上位 每个人拼得你死我活的演艺圈里 小力会一直是一个温馨又为人称道的存在 在那里什么呢? 我来 诶? 我认识到一瞬间 我愿意向你逮捕 30岁那年小力选与模特艺人山田忧宣布结婚 但成为人夫这件事完全不影响她的人气 反而幸运越来越旺 接下来主演的几部日剧都获得了演技奖项的提名或肯定 例如与十渊李美主演的多金社长小资女 她就因为完美地扮演一个傲娇的IT社长 获得了日剧学院场的最佳男主角奖 接下来的灵异界线 她则饰演一个可以看见鬼魂的刑警 为了替被害者伸张正义与洗刷冤屈 每天游走在道德与法律的边缘 她将这个角色内心里善与恶之间的平衡与拉扯 诠释的丝丝入扣 再度斩获日剧学院场的最佳男主角 而与好基友身田斗针合眼的无间双龙 小力旋则饰演出一个为了报仇可以不择手段 但为了好友也能不顾一切的黑社会头目 外表冷酷无情 内心却是有情有义的男子汉 也获得了演技奖项的提名 这当中最厉害的 还是属由她一人分尸两角 同时演出现代高中生与历史人物的信长协奏曲 出道已经超过20年 都30几岁的她还在演高中生 而且还演到再次获得日剧学院场的提名 这种强大的可塑性 可真不是一般演员能办到的 要说到演员的可塑性 小力旋的守备范围可不只是演演高中生 在王子与不良少年之间切换这么简单 一进入熟男阶段 她开始把跑道转往大萤幕 一连接演多部造型奇特的漫改电影 也让人见识到她多彩多字的各种戏路 偶像演员必知唯恐不及的月带头 香菇头 爆炸头 对她来说根本就是小case 画上大眼影加上鬼太郎的发型 演出一个跟原著漫画里完全不像的科学家就真的屌了 明明看起来就像是被导演或是造型师恶搞 但她还是乐此不疲 继续与她的另一个好基友山田孝之 主动争取演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角色 就算从外观上已经完全看不出来演员是谁 他们一样放飞自我 疯狂的探索着未知的演员之路 不过千万不要以为她接演这些漫改角色都是在胡搞瞎搞 小力寻的厉害之处就是不论要耍帅或是扮丑 严肃或是搞怪 她都能给人一种忠于援助的感觉 并将之呈现的微妙微笑 除了自身条件与演技都属上乘之外 她对于人物的建构也都是下了功夫的 例如2014年为了要诠释鲁邦三世这个经典的神偷 她就进行了快一年的体能与减重训练 还苦练了她完全苦手的英语发音 而当2017年拥有广大读者基础的人气漫画 《银魂》宣布要翻拍真人版电影时 原本说要用生命反对的粉丝们 在看到染着一头银法 手中拿着冻野狐木刀的小力寻登场时 立马改口大力称赞这挖鼻孔跟死鱼眼的模样 根本就是神还原 能够无违和地表现出阿颖的白烂真的很强 成功地获得读者们的肯定 让《银魂》的票房突破38亿日元 成为该年最卖座的日本真人电影 以迈入40岁的小力寻 虽然还是可以偶尔客串一下花泽泪这样的年轻角色 但现在的他目标更远 梦想更大 14岁的时候他在一次采访中提到 我希望能去好莱坞演戏 学习一流的技术 然后回国制作一些了不起的日本电影 我是怀抱着这样的梦想在努力着 在今年传奇影业的《哥吉拉大战金刚》里 我们的确看到他已经踏出梦想实现的那一步 今年他也接任了自家经纪公司的社长一职 并公开表示 未来他将会全力培育更多新进的演员 还自掏腰包在自家附近打造了一个练习空间 免费提供所有想要自由练习演技的艺人朋友使用 此外他也打算成立一个日本艺人工会 为日本演艺界贡献更多的心力 许多人很好奇这么多年下来 为何小力寻的人气总是屹立不摇 我也只能说 这样一个为了梦想努力前进 永远以真诚待人的家伙 又怎么会让人讨厌呢 小力寻出道以来一直都是个非常多产的艺人 大大小小各种类型的作品加一加 应该有个两百部左右 实在没有办法一一在一部影片中讲完 还请大家多多包涵 在这边我也想要推荐一部片名很猎奇 但感动满满的电影 在这部电影中 主角其实是两位年轻的演员 但小力寻却以绿烈的身份 串起了两个不同时空的剧情 整部片充满了青春的遗憾与苦涩 配上Mr.Children的动人歌曲 真的是完全打中我的哭点 也是小力寻的作品中 难得一见的纯爱电影 推荐给大家 这部话题制作在日本的口碑极佳 童年的票房只小输给赢魂而已 也就是说 那一年小力寻就包办了 日本真人电影卖座的前两名 真的是相当厉害 关于他有趣的事情还很多 未来有机会的话 我也会在早时间制作影片 跟大家分享 提醒一下在影片最后的小剧场开始之前 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 欢迎帮我按个赞 或是分享给身边喜欢小力寻的朋友 对我会是个很大的鼓励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sore , 我们曾经在这部表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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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大胜的 三小胜 是很大胜了 是很大胜 assigned 大哥 兒 NOW 是很小胜 是太胜了 柳供 啊 那是 一小缺 是很不竟有 他在做什麼? 他在做Bad Boys的時刻 我研究了 還有DANIELL CRAIG 但我疲累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